來玩這款遊戲 幻山果 仿著RPG 左上方可以看得到 可以調成範體中文的阿 最新服是武服喔 好啦 我們就進來吧 哇 看到這個畫面 男跟女喔 30秒後自動進入遊戲喔 那畫風應該是不用太期待了 是不是 挑戰BOSS 這是不是一開始是在海外版的 唉唷 他們直接打起來喔 夜遊風格啦 打到哪裡是個頭阿 哇 這個音效是已經很久以前那種的了 陽春音效 來 上陣 繼續挑戰BOSS 現在多了一位環蓋啦 唉唷 砍一刀就死了喔 唉唷 砍一刀就死了阿 刀將 招募一次 吳國泰是誰阿 你這個角色的名聲應該要取好一點阿 是因為海外翻譯過來會變這樣嗎 而且 而且 它輸出好強喔 這名字那麼普通 沒想到輸出那麼強 黃蓋進行升級 升到10等 來戰役 繼續戰鬥 我記得之前一些山寨遊戲阿 一些垃圾遊戲 戰鬥勝利也是這個音樂 會不會講的太直接一點阿 好 喔 這竹子靠腰差點按到 手沖好禮 哇 這個畫面 10年前的畫面嗎 我看那個下載次數還 就是超過100次阿 默默的飛出 其實那種元寶就是很像那種海外服 他們會用的那些圖片 接下來要幹嘛 只能一直打BOSS而已阿 嗯 不知道要打到第幾關阿 接下來咧 裝備 一鍵強化 進行戰役 繼續打 現在打到張角去啦 欸 剛剛 紫色品質的敵人是蔡文吉耶 光森戰 這是紅角 紅色的嗎 應該是最強的吧 有啦 他多扛了幾下 這邊有自動戰鬥 20關開啟 這是什麼意思 我點了他自己就會推關嗎 哇 我現在要立刻的試試看 這不是他會自己去進行推關好不好 一鍵強化 武將 來 挑戰 這戰鬥沒辦法加速嘛 對不對 但是如果有自動戰鬥的加持下 可能值得一晚 好 第18關阿 好 第18關 繼續挑戰阿 蛤 推關速度超快 來 20 自動戰鬥 戰役通關20關 欸 是已經通關了嗎 啊 跳過戰鬥已經有解鎖了 接下來我拿到了一位角色 叫夢霍 你可以給我女生嗎 不要每次一開始出現就是夢霍 這個套路好像怎麼都是一個樣子 跳過戰鬥 喔 他可以切出來了阿 自動戰鬥我打開了 會怎樣 好 我現在已經把它打開了 那接下來我們看看其他地方 好 我們先假裝很忙的樣子 好不好 武將這邊阿 我們都是 研究一下 強化 欸 奇怪 怎麼打一場戰鬥打那麼久 戰力 有沒有阿 他就這樣結束而已阿 欸 等一下 他返回 切出來好像不會自己進行戰鬥耶 你好像要自己按跳過戰鬥阿 所以這個反而一點意義都沒有阿 你看 他還是要重新挑戰一次阿 好 這種的就是適合不用花錢阿 都不用花 然後自己就玩一玩這樣子 好 整體來講 好像有沒有什麼特色阿 1900 送什麼阿 可以 1500 欸 下面還用付費的元寶才行阿 太可以 不行阿 你看 我只能抽這種的阿 下面那個要付費的阿 好黑喔 這個 夜遊風格也只有這樣而已喔 還有什麼特色嗎 冰書 激活 好 接下來就無限推關阿 好 接下來就無限推關阿 真的是沒事做的阿 他這樣子一直按啊 他就一直推 哦 这游戏的顺畅砍 靠北啊打输了 好烂哦 还有什么 干这是爬塔 你这样子不如自己做成放 那种放吹的就好了 我看他要自己按跳过战斗 大致上这个样子了 那我们就回到这里吧 大家拜拜